护制 深层指双双涨超1% 大金融板块走强 早盘小幅拉升走高 一度强势拉升 随后涨幅有所收窄 氢能源概念积雪阿生 中泰股份等近十股 快递板块走强 深通快递 运达股份涨平 连宇宙概念反复活跃 天下秀二联版 工业母机 油气 有机硅板等块拉升走高 气配股反复活跃 养殖 盐护体理 电力等板块低迷 氢能源板块先涨停潮 银河证券指出 今年陆续出台的多个重磅文件 提出对氢能发展的前景展望 多特发布十四五氢能产业规划 布局未来氢能基础设施建设 不同政策均体现出 对氢能产业的大力扶持 物流板块走势强劲 指出 今年电商平台促销模式 和节奏发生变化 促销高峰从往年的单峰 变成了今年的双峰 但一日至11日的业务量增长 仍超过两成 目前线上消费需求仍然旺盛 行业业务量增速稳定 在政策红利和派费调整的双重作用下 行业单价有所上行 整体进入良性发展通道 基于政策维稳加龙头挺价加资本减亏 看好电商快递中期景气设计而上 华泰证券认为 旺季提价加成为优化 2021年四季度旺季盈利弹性可期 国城证券表示 高低位板块估值的分位差 创出十年之最 处于产业上流的周期权重 之前由于业绩的确定性 暂时被资金拥抱 股价已先于产品价格回落 情绪溢价大幅缩减 由于多数周期行业潜在产能巨大 并不具备高成长性 不建议盲目参与 理练行业目前未见过剩